为了传递正确的营养慢性病以及代谢症候群等知识 花莲县卫生局社区营养中心从10月份开始 特别办理行动舞台剧巡回列车 而5号在吉安浩克艺术村正式启动 将陆续开往花莲各县市 要来导振民众对饮食的偏方以及迷思 剧团借由生动的肢体语言搭配传统的民俗歌谣 融入当地传统文化及饮食特色作为演出脚本 来推广减盐减糖多颧骨的饮食概念 为了传递正确的营养慢性病及代谢症候群等知识 花莲县卫生局社区营养中心 从10月份开始 特别办理行动舞台剧巡回列车 5号在吉安浩克艺术村正式启动 这些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长者都能够在饮食上面 能够很重视 因为你的健康 是我们孩子的幸福 长者的健康 是花莲县的财务 对不对 所以大家都是金 都是金 都爱補充 因为这样我们才会放心啊 是不是 所以花莲县是全国我们长者的 我们长照覆盖力最高的全国冠军 99.97% 营养行动舞台剧列车 将陆续开网光复 封冰 瑞穗 富里 秀林 及华莲市等乡镇市 要来导正民众对于饮食的偏方与迷失 记者许立琴 简香报导 还有 啊 我 我 你